大家好,我是Kate from Inspirational People 今天呢,我现在是在中国科技大学2024年新年年会上 今天非常有幸遇到赵雨空先生 那大家都知道去年六月份美国最高法院对哈佛做出历史性的判决 那就是禁止哈佛以及其他各大学以种族作为录取条件的这样一种考虑因素 从而结束了对亚裔包括华裔在内的学生的种族歧视 那么这个判决呢是在美国亚裔教育联盟的推动下开展的 赵雨空先生是美国亚裔教育联盟的创始人及主席 那么我们今天请赵先生讲一讲美国亚裔教育联盟 在推动最高法院对这个历史性的判决所做出的贡献 好,谢谢 这个首先呢我要说呢 这个判决这个起诉的最大功臣呢 是叫Mr.Edward Bloom 他组织了学生公平录取组织 在2014年的时候呢 起诉哈佛大学 我和就是我们美国亚裔教育联盟 起的主角的作用呢 就是发动了牙裔社区 然后呢从这几个方面支持这一起诉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动员很多孩子呢 加入这个起诉 第二呢在美国要赢得这样一场胜利 历史性的胜利 改变那么一个执行的60多年的政策的话呢 不单要在法庭上赢得胜利 而且要在公众舆论上 我们这个教育联盟呢 联合了牙裔社团 从2015年联合了64个社团呢 申诉哈佛 后来到2022年联合了386个组织呢 就是想联合了这个整个社区的力量来支持 而且我们动员受害的孩子出来 就是说讲我们深受的歧视 对吧 我们申诉哈佛呢 让就是美国和全球的媒体都报道了 让就是揭露了哈佛和美国名校 其实我们牙裔的这样一个 这个这些事实 赢得了全美国的同情 到去年的时候 就是近几年吧 四分之三的美国人 绝大大多数的白人 黑人和牙裔 西班牙裔都支持我们的立场 就是大学陆旗呢 不能使用种族因素 我和我们AAC的同仁 就是说从2014年开始 我支持这个起诉呢 已经奋战了那么九年 我们就是说在这个波斯顿2018年 还有2022年在最高法院 举行的示威 我们就是五次向美国的各级法院 包括最高法院提交陈述 然后这些都影响到 这个判决 所以就是说这个判决的胜利 是这个学生公民组织 布鲁姆先生领头 但是我们牙裔社区 我们我本人 我们美国牙裔教育联盟 就是发动了牙裔社区 持续九年的支持 这样这种合作 这个联盟赢得的历史性的胜利 那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啊 一件历史性的这个杰出的成就吧 当然呢 我也知道哈在华人社区哈 也有不同的声音哈 有的人呢会觉得说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胜利 有的人呢可能会觉得说为什么华人呢 就一定要进哈佛呢 那如果不进哈佛的话就会不好吗 您针对有这样的心理状态的话 这样的民众你有什么说法呢 其实呢大家是个误解啊 因为就是说这个平权法呢 不是哈佛是先到 但是全美国呢 四十多个州的大学 都利用这来歧视华人 包括所有的藤校啊 麻省理工学院啊 对吧 所以把哈佛枪到一个墙头鸟 我们把它打了之后的话 所以这个判决呢 其他大学就不能用种族因素来歧视我们了 这个呢就是说 从历史意义上说 这是我们华人参与的最高反应判决的第二案 第一案是1898年 黄金德就是说起诉美国政府 使所有在美国出生的孩子有了公民权 第二就是这答案了 对华人的就是政治地位的提高呢 这仅次于废除排华法案和这个民权法案的 就是可能是第三第四大的一个重要贡献了 所以这个呢就是说 是21世纪也是华人的政治地位 就平等权益最大的进步 最有历史性的一个事件 谢谢您的解释哈 这一点我自己也是有误解的哈 所以不是针对哈佛的 人是针对整个教育系统的 对啊 种族啊 对华裔和亚裔的一种歧视是吗 对 那么呃 还有一点请您进一步能解释一下 为什么说对华裔和亚裔的歧视呢 因为看起来很多亚裔都已经入了大学 而且入的大学不错 这个歧视怎么来理解这种歧视呢 嗯 歧视的理解呢 并不是你入了多少 而是说是不是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你 对不对 就是说他们其实有三个形式 第一个超高标准 我们的孩子为了进能够进名校 再就是说其他条件什么领导能力啊 以为义工啊 很多条件能相同情况 我们的考SAT 基普林斯顿大学的 埃斯文西德教授的一份 和他助手的研究 我们的这个SAT要比白人高140分 比西班牙裔还要高这个270分 比黑人高450分 他就不是同一个 就是说标准线 二个呢 他用这个隐形的种族 种族配额固定我们的比例 我们从1990年到2010年 人口比例从3%到6% 增了一倍 但我们在腾销录取的比例 还是一样的 所以这就是景性种族配额 就像他录取率实际上降了一半 对吧 还有呢 用刻板的印象 说我们的孩子 我们牙裔呢 没有领导能力 没有冒险精神 我们牙裔很多高科技创业公司 而且我们每一个中餐馆的老板 都有冒险精神 都有领导能力 对吧 所以就是他们是污蔑我们的平德 来为了限制我们的入学 当年排华法案 就说我们华人太多 现在呢就说是大学校园的牙裔太多 就是他们用不同的标准来起诉 你也做了很多实际的调研 用事实来说话 这个我想呢 我包括我自己 还有很多的观众 也许并不了解 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事实 所以呢 也谢谢您来解说 那另外呢 目前有看到您最新的一部作品 叫Critical Risk Theory and Work Culture 这个是讲什么呢 您能跟我们讲一讲吗 这本书呢 是我在这是2022年出版的一本书 这本书讲述了首次揭露了 就是说美国极左的搞的很多东西 其实实际上是重蹈中国文革的福测 比如说他们在政治言论进行审查 限制言论自由 还有他们呢 比如说是这个否定美国历史文化 把我们美国国父的这个 这些雕像都把它那个拆下来 对不对打倒 还有他们呢就是搞那个 就是种族斗争 Critical Risk Theory的教育 就是说他们所做的 就是说我从其中列了六条 实际上跟中国文革红卫兵所做的事情是 几乎是一模一样 虽然没有那么严重 比如说他们就是说把人分为这个压迫者和被压迫者 对吧 调动群众斗群众对吧 他们就是说 就对这些根据种族来进行一些歧视 对吧 白人和这个牙医入学就业就受歧视 那个牙医 这个黑人 那个西班牙医就受优待 对吧 像这些还有包括 就给孩子灌输这些种族这种斗争理论 就Critical Risk Theory 就是我立即了六方面的 就是说可比性 就是相识性 然后呢 其中我还在这本书讲述了我童年 我家庭我父亲正受文革受到政治迫害 然后这样的一个悲惨的经历 然后我怎么样就是说 那个自强不息 后来上了科大 然后最后呢 就站出来为牙医教育维权 谢谢你啊 对这个给我们做了一样这样的介绍 目前呢 美国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分裂啊 这个左右 导致这个国家呢 不能够有共同点啊 以至于这个华裔啊 我不知道咱们中科大的校友 是不是也要分成两派啊 至少我是北大毕业的 我们北大这个校友会也是明显的有各种的争论啊 对于这样的事情你怎么来看啊 就是对于华人共同背景 我们到底哪一个理论 这个国家的方向更适合我们 首先呢 我觉得呢 就是说也是我出来看 真的有那么两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我们华人的平等权益 对吧 你不管教育啊 就义啊 各方面 我们要维护这个权益 要以这个为个导向 二个教育美国的建国原则 对不对 美国当时国父建国的时候 他强调程序公正 就是机会公正 比如说他的宪法呢 他没有规定说是哪个种族啊 这些都要 结果是均等的 他说他要保证每个人的机会 在权力上均等 对吧 而且这个宪法呢 保证人的自由 就是对财产的保护 对生命的保护 然后呢 对这个就是言论啊 你的政治自由的保护 对吧 如果我们把这个 我们的共同点 就是说放到了 就是说我们亚裔 华人的利益 对吧 合法权益 把共同点放到 维护美国的建国精神 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找到交集了 对吧 另外呢 我要强调一点 这本书呢 我写的是专门为这个 不了解文革的 一些特别是华二代 这些华二代呢 他到了大学 很容易受那些 乌兔班思想的 这个这个洗脑 比如说 当年我们文革的时候呢 搞计划经济 把市场经济给破坏了 对吧 然后搞那些 所谓的这个 结果均等 大锅饭 对不对 那现在美国 重演这些东西啊 就是所谓的 Ratual Equity 就是种族的结果均等啊 所以就是说 通过这些活生生的例子 通过这中国文革 活生例子 我们教育 这个后代呢 说 你看一个政策呢 不要只看政策目标 共产主义这目标多好啊 但是导致了多少 数千万人 对不对 因此个饿死了 对不对 或者是因为阶级斗争 个搞死了 对吧 所以看一个政策呢 一定要看效果 对吧 有些貌似目标说的好的 但是效果不一定好 所以呢 通过这个历史的事实 那么血 就是说血灵硬的事实 让我们的年轻后代 要学会一个辨别政策的正确方法 不只是盲目的 就是凭着一个善良的心 盲目的听从 盲目的就是 就是被人洗脑 谢谢赵先生 这个赵先生是非常关心 不仅我们这一代 还有华二代的这样的发展 那么也希望全国的观众 能够有机会 能够提问 我相信赵先生也是很愿意 跟大家沟通和交流的 那谢谢您的时间 感谢您 祝愿您的这个运动 能够在美国更好的深入下去 好谢谢 我们的抗争肯定会成功的 好谢谢